马上就要再怎么样 再去选那个面 那不过有同学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选到什么 选到线 那点到线 跟点到面不一样 如果我点到线 各位可以看一下 点一下线 有没有看到 找到两个面 移除两个面 就变成一个线会点到 因为一条线会有两个面 那两个面的话你保可好 比如说按空白键 然后是20 Enter 就变这样子 可是刚刚同学好像也还是不是这样子 他是挖在里面 看不到 可是他已经保可过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 他应该是这样 他可能按到了线 是按到里面的线 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可能是这样 保可 我用这个方式来看一下 然后可能第一个他选到这个3D物件 第二个他点到线是点到 不知道他怎么点的 点到 我 我也不能拿空白键 20 Enter 看一下 再 把它结束一下 再用那个视觉形式看一下 就像这样 会不会在另外一边 有可能 所以刚刚同学就这样子 他就说奇怪薄壳一直薄不出来 那就是因为你在点的时候点到线 所以薄壳的时候 如果说你要薄壳是薄这个面的话 你就不能碰到线 碰到线的话呢 那就会薄壳错 那为什么 他会 薄壳的时候会跑到对面去 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 视觉形式你看不到线 所以有可能你 就点到这边的这条线 不知道 可能有这种状况 所以你到时候 一定要确定说呢 你薄壳的时候 一定要是点到这个面 然后呢 一定要点下去的话呢 只能看到 找到一个面 移除一个面 你不能两个面 按空白键 20 Enter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 是不是刚刚我那个 就是这样 没有刚刚已经薄壳过了 所以你必须 把刚刚薄壳 怎么样呢 Ctrl Z回来 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 实际上他已经做了 再来一次 确定一下 或者你干脆用这样子 有没有还在 Ctrl Z 还在 这样 这样才不在 所以有的时候 视觉形式虽然好看 但是你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这样来做 应该就正确 再一次 3D实体 选他一下 第一次3D实体可以选线 第二次就不要选线 选这个面 这个面就出来了 然后空白键 20 Enter 就好 应该就不会有错了 所以 看刚刚同学好像做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我想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问题 好那另外的话 最后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要把它做出来 就是最后呢这边有个盖印 对不对 盖印完之后 这边怎么做 我想 先把这个地方先做出来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等一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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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